三美兰一名护士被人拖出汽车打到晕过去 女子除了被打了几下 还被人用盾雾攻击头部 警方初步鉴定这不是抢劫案 另一方面一辆长途巴士在南北大道 靠近江沙路段起火燃烧 车上16个人惊险逃生 来看一组意外新闻 社交媒体前天开始疯传 芙蓉刮啦碧劳一名护士疑似遭到袭击 昏倒在路旁的影片 刮啦碧劳警区主任沙鲁安诺尔 今天发文告表示 前天晚上大约10点 受害者从乌丹币家开车前往 端姑安潘纳之哈医院上班 途中被一辆汽车截停 随后一名30多岁男子将他踹出车外 拳脚相向 还用盾气击中后脑勺 附近村民发现受害者时 他双脚赤裸 半昏迷在路边马上送院治疗 受害者右肩和头部受轻伤 目前情况稳定 警方正在调查犯案动机 并积极追捕一名男嫌犯 可是排除了这事抢劫案 因为受害者没有遗失贵重物品 南北大道霹雳江沙路段 昨天深夜则发生火烧车事故 长途巴士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燃烧 烈火吞噬了将近八成的车体 幸亏车上16个人及时逃生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消防及拯救局今天午夜接到投报后 动员16名消整员赶到现场 先在凌晨12点51分控制火事 再花了大约40分钟才结束灭火行动 击打西线今天凌晨2点也发生一宗惊险意外 一名男子疑似将弯路看成直路 开车直冲吊进山谷 轿车随即起火燃烧 还好司机及时从车窗爬出自救捡回一命 西县消防及拯救局主任祖凯里指出 36岁男子是从西镇前往华林途中遭遇意外 轿车九成烧毁 但没有酿成伤亡 当局会进一步调查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